大家好,欢迎来到大智趣味创意画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幅推理图片 图中一中年教师被人杀死在家里 他身上赤裸,躺在门厅的地板上 警方发现,两个人有嫌疑 一个是死者的弟弟,他染上毒瘾 经常向哥哥要钱 两兄弟经常发生争吵 另一个是死者班上,一个被开除同学的家长 这位家长为人粗暴 因为儿子被开除,而大发雷霆 扬言要打死死者 请问,根据图中的观察 谁的嫌疑更大呢? 请把你发现的线索分享到评论区 和大家一起讨论 就等我来说吗? 最讨论区